欢迎订阅娱乐小工举,最近这些天,由于无脑追狼牙榜之风启长林,小编已经把平板舔成了光板,一边感叹浩然迪迪怎么这么好看,好看到怎么看都好看,一边感叹国产剧终于不再只有霸道总裁玛丽苏,制作日趋精良。 今天,据狼牙榜之风启长林据作官方消息称,该剧将于2月13号空降韩国,在韩国的中华TV开始播放,你是不是还在为每天只更新两集,而谋划着剂刀片,说出来你可能不信,韩国每天只更新一集,不过,网友更多的还是开心,感觉韩国人会非常喜欢刘浩然, 同时,也有网友担心意志片,会不会被别角的配音毁掉,随即就有人解释,中华TV其实是韩国的中文台,原因播放,只翻译字幕,刘浩然在电视剧《狼牙榜之风启长林》中饰演长林王府二子萧平京,是黄晓明饰演的萧平章的弟弟,国产影视作品内萧转出口的情况并不多, 由衷希望《狼牙榜》能在韩国热播,好作品值得被更多人看到,更多娱乐资讯,电视剧解读,欢迎订阅娱乐小工具,每日更新哦!